嘿嘿大家好 我是逆 歡迎大家回到來 今天回到來 看到我手上拿著的 command block 你就知道我們又回到來跟大家 在手機版教大家怎樣用 command 今天教的指令 你見到這個位置大概會猜到 因為這裡欠了一條樓梯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裡教大家怎樣做一條扶手電梯 還有我們教大家怎樣做一條電梯 在裡面我們可能會有的 電梯在哪裡呢 我們先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先不要理會去電梯 不知這樣打開燈了 我們先不要理會去電梯或者其他東西 我們就教大家怎樣去做扶手電梯 最主要要的材料很簡單 就是要兩款不同的樓梯 我們今次就選了石櫻和石磚樓梯 因為感覺上它就好像搭配這邊一點 而且有些裝飾用品 大家就可以自己決定你想用什麼 今次興建一個三格闊的電梯 你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 左邊放一隻 然後右邊放另外一隻 那就沒問題了 今次我們就左邊放石櫻 右邊放石磚樓梯 然後我們加裝飾 弄它似一個扶手電梯 可能這樣 我們再加一些護欄 可能最後再加上一些黃色的 平時大家就會說 小心梯級的 我們都可能會放在這裡 大家喜歡的 看看你想放一些什麼裝飾 在你的扶手電梯上 弄完最後這裡 我們就可以慢慢開始設定 command block 要設定 command block 就要幾樣東西 我們這次也需要紅石 我們要一個中介器 以及一個比較器 基本上用這四個block 就可以組成一個扶手電梯 然後我們就要決定 究竟哪一邊是上 哪一邊是落 我們就決定左邊是上 然後右邊就是落的扶手電梯 然後你要怎樣做呢 首先就要在這裡放過的 command block 然後在一個樓梯的前面 即是這裡的位置 就放一個 command block 接著就放一個比較器 就在這裡 接著放一個紅石 再放一個中介器 調到最長 就可以設定這個 command 接著我們就要放兩個 command 我們就這樣看著 我們要向上的樓梯 在樓梯最底的位置 第一個 我們就要放這個 command 所以這個 command 可以在下面的 link 你就可以找到 首先是這個 然後那邊就要看看樓梯向哪邊 就是看這個數字 就是3的 我們要知道那個數字是什麼 我們就要在這個 crosshair上面 打一個 command 就是這樣 Test for block 然後我們detect下面那一格 究竟是不是一個石櫻的樓梯 這次我們就是石櫻樓梯 所以就是quad 接著要在這個位置打一個任意的數字 然後左上角就會展示給你看 Data是什麼 這裡寫著3 所以我們在這個 command block 裡面 就寫著3 這個數字就有1至5支分 大家看下面條領 對回那個數字 然後copy正確的 command 就可以設定這個扶手電梯 等我們放一個紅石上去 然後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覺得應該挺快的 我覺得 對 非常之快 但是這個 command 的重點就是我們落樓梯的時候 它是不會影響到的 對啦 那麼你見到落樓梯是非常之好影響不到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在這邊設定的話 就要在頂頭設定 設定完之後 這次就是調轉了 上樓梯不會影響到 落樓梯反而才會影響到的 落樓梯的設定法也是同樣的 我們基本上把那個調轉和copy 回合的 command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放Test for的 就是在這個樓梯前面 然後我們向後擺 然後我們就放一個 command 記得這個數字 我們現在綠色鼠標的數字 就是負1 即是說是落樓梯 那邊應該是正1 正1就是上樓梯 負1就是落樓梯 記得認清楚這個 就不會搞錯 command 然後我們就可以收回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可以試這個扶手電梯 試試試看 我們站下去 這個很快的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在這裏上去 然後也在這邊 扶手電梯 這樣落回來 絕對是懶人所用 即是你看到上幾格樓梯 你自己走路就算 可不可以不要坐扶手電梯 浪費電 不過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扶手電梯 用幾個 command block 就可以做到的東西 同樣都是 大家可以自己選擇用什麼block 即是這些黃色block 就不用一定要跟著 又或者樓梯 也可以用其他不同的樓梯 例如屋桌 例如鑽樓梯 甚至你喜歡的話 用一些 sandstone都沒有問題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的扶手電梯 然後你可能會問 有扶手電梯 有沒有升降機嗎 沒錯是有的 不過升降機通常是在室內 所以我們就進到這邊 看看這部升降機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就在這個餐廳裏面 就有一部升降機 可以讓我們上樓頂 我們就示範一下 讓大家看看是什麼 我們一按按鈕 就會飄上去上面 然後我們搭機上到我們要的層數 就會自己跌下來 然後就可以上到最高 看看這個城市是怎樣的 非常正 如果聰明一點的 你都會看到我們右邊 有些 command block 的痕跡 應該我走進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發現了 看看這裡 只有三個 command block 也是很簡單的 對呀 command 也在下面 首先要搭三個不同的 command block 記得箭咀全部指向上 這裡全部指向上的箭咀 然後跟著 首先第一個我們調校紫色 這個 repeat 然後調校 always active 上面那個就調校綠色 然後跟著都是調校 always active 上面那個同樣都是 只要全部調校 always active 第一個紫色 第二個和第三個都是綠色 這樣就可以設定好 現在就要 copy command 上去 很簡單 首先第一個就是看看你有沒有按到按鈕 如果按了按鈕的話 你就會升起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看你到流程了 就是這個 然後第三個就是到流程的時候 放回你下來 不要一下子飄高飄到天 然後不見了人上了太空 有什麼要注意呢 玩這個 command 的時候 其實只有一個要注意 就是看看 這個流程的block是什麼 這次我們就用了藍色的石屎block 我們按一次上去大家就會看到 這個藍色的石屎block 就是告訴這部電梯 究竟我們什麼時候到的 為了這個藍色的石屎block 就是告訴這部電梯 就要去這個流程 然後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就自己會放手給你 然後你就會很安全地上來 同樣都是 如果你想轉其他顏色或者其他block 記得都是改回下面這兩個 command block 那就沒有問題 將這個的石屎 改回自己要的block 那就沒有問題 沒錯 整件事就是這麼簡單 那邊就是看你藍色的石屎block 看看你到了流程了 然後這邊的扶手電梯 就看看你站不站得對扶手電梯的位置 如果你站在石英樓梯 這裡就是告訴別人我要向上 站在石磚樓梯就是我要向下 然後如果這個 command block 找到你在那個block 你就會自己升上去 原理就是這麼簡單 就用一個這麼簡單的原理 弄好這條的扶手電梯 以及那部升降機 大家也可以回家 試試在你的server 或者在你的世界上 裝這些扶手電梯 看看你有沒有用 我們今次也很感謝 我給靈感我弄這個 command 出來的兩個人 他們的 command 都跟我的差不多 我只是改了一點 還有一個改良版 這次的扶手電梯 就要多謝 MC Styler777 他的YouTube Channel 也都在下面 還有 也要多謝幫我弄這部 Leap command 給我靈感我再去改良的人 就是這個 Direct Engineer 他的YouTube Channel 也都跟剛才一樣 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看他的 Channel 也有很多 很有趣的 command 你就可以去學習一下 所以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一個like 或者 如果你想看我玩什麼 command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就是這麼多了 下次回到來 再來和大家玩更多的 Minecraft手機版 command 教學 就是這麼多了 下次回到來 再見 拜拜 我們繼續上去 這個扶手電梯 究竟我怎樣可以進到雪櫃呢 應該水機怎樣開呢 開完之後我應該可以前進去 我估計 讓我看看 這裡可以讓我們開水機呢 這裡嗎 我看到了 那裡有個dai 有個dai 有個dai